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链接中 A标签中还有一个功能叫锚点功能 什么叫锚点呢 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那么这个地方我事先找到了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是我们后期可能会学到的 NodeGS的一个文档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文档中 有很多很多链接 很多地方都变成了手 但是我们发现当我随便 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地方过后 你会发现其实它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在我们的页面中 直接跳转到了一个位置上 你看就直接回到这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还可以回去 回去过后 你看比如说我们回去过后 然后我又再点 你看是不是又回到其他地方 对不对 也说我可以让通过在一个页面中 然后让这个页面进行一个什么 跳转到一个对应的位置上 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就称为锚 而这个位置怎么找到呢 其实就是通过A标签的一个锚点功能来做到的 那怎么做到还是一样 我们不一定说非要按照我们手册上的说法来做 我们可以直接看例子 然后我们来猜测出它的效果 还是一样 我点右键使用检查 好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A标签的HREF这个值 不再是什么 我们说是http冒号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而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标点符号是什么 锦号键 所以说锦号键可以认为是我们锚点功能 这一个什么关键的字符 然后后面这个字符是怎么回事 你看add ons hello world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跟hello world有什么关系 点进去过后 好 那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会看到一个hello world 对不对 好 还是一样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右键 然后选择检查 好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 这是一个标签 对吧 然后一个标签 然后这是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id这个地方 你看 有一个名字 是不是跟我们的名字是一样的 也叫addons hello world 对不对 也说这个名字 跟我们那个锦号 这个名字是不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 你看 我点这个锦号的时候 你看它是不是还是在这个位置上 对不对 而锦号这个地方明显 你看手是不是 鼠标是不是变成了手 对不对 说明它是一个什么 你看它是不是一个a标签 看 我点进去a标签 对不对 a标签 但是我呢 现在是不是锦号还是定义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id也是这个名字上 看没有 说明什么 锦号中后面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什么 指向一个id号 id号 id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是一个地方的身份证 就是一个标签的身份证 那么锦号后面跟的一个身份证 那自然而然我是跳到位置 是不是就一定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位置上 而这个位置 我们就把它称为什么 毛 然后呢 这个a标签呢 然后把这个毛通过锦号 然后什么 点过去 就相当这个意思 所以锚点锚点就可以这样来理解 好 那还是一样 我们来试验一下 我们来试验一下 比如说呢 现在呢 我们尝试啊 把这个部分呢 稍微的什么 做的变化点 比如说标题4过后 然后我就放很多很多很多的什么 HR标签 好 那这样的话 大家来看 你看我现在的屏幕效果就会变成什么样呢 你看我回刷新一下 好 这个地方呢 你会看到 我们放错了 不要放HR标签 我们放错了 我们应该放成什么 放成BR标签 对吧 BR标签的过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换行 对不对 好 我们还是一样 Ctrl D Ctrl D 好 然后不断的去 那个放了很多的标签 然后呢 你看现在呢 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你看是不是标题4后面 标题5 标题6 然后到近 点我 近百度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稍有点问题了 或者说我是段落1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呢 标题4后面 我再加一个标签 让这个标签呢 点一下过后 直接到咱们这个页面中的什么 我是一个段落1 这个位置上 好 那么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根据刚刚我们讲的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地方呢 首先我先定义一个什么 A标签 对吧 A标签呢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就说什么 我还是写一个名字 好 叫做什么 进入段落 好 好 那进入段落过程中 这个段落怎么 怎么把先把它什么 什么你要想 那个什么 毛准它 就是毛点它 点住它 那么怎么办 我是不是先把一个警号放进去 然后呢 后面是不是跟它的ID号 对不对 好 那么ID号在哪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标签 因为我是段落1 我希望毛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那我这个地方 只需要再增加一个什么 ID的一个什么 标签就可以了 那么ID这个标签呢 注意一下 它是所有 所有我们标签中的什么 那个都有的属性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标准属性 所以所有标签都可以定义ID 但是ID有什么用处呢 一个是来用来我们的锚点 二一个是我们在后期以后要学的 JalSquip的中 我们来什么 寻找元素使用的 所以说这个ID 但你要注意ID的名字 一定要什么 唯一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写成一个Pare 随便写一个名字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要写成一个什么 Pare 你看它其实也会自动提示 看没有 自动会提示 我们跟ID号这个名字一样的锚点 好 对不对 好 那下面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来验证一下 好 我现在刷新一下 好 那么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进入段落 对吧 好 刷新一下 好 然后我们点击进入段落 好 一点 你看 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页面就会跳到什么 我是一个段落这个位置 但是有些东西说 不对 它跳的位置好像 你看 像这个位置 它是你看顶格是不是直接是Hollower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这个页面是并没有是顶格写在这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后面 大家看 我们页面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已经 已经是最后最后最后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想看到它那个现象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怎么 就是我们可以在我的这个后面 再加入什么 很多的 BR标签 然后不断的去换行 然后这个页面是不是就很大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 好 点击进入段落 好 你看是不是就从我是 一个段落1开始作为一个整行 开始给我们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我们锚点中的一个比较重要功能 那么我们再回忆一下 锚点的功能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 HERF中不再跟一个什么HTTP的开头的东西 而是一个什么警号开头的东西 然后警号后面可以跟一个什么 我们任意想被锚住的 就是想被什么抛住的这个位置的什么ID号 我们就可以把它什么 把它链接到这个地方来 是这个意思 好 那紧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个 再来说一个位置什么 我们再来一个A标签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说是叫什么 叫回首部 回顶部 或者是回顶部 那么回顶部怎么做 那么顶部可以想象一下 那肯定是我们标题1这个部分是顶部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要在标题1中 我也定一个ID 那其实大可不必 那在我们的HTTP规范中 我们又约定了一个什么 警号后面什么都不跟 它就会自动的什么 回到顶部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们才是刷新一下 好 这个时候你看 是不是有个回顶部 对不对 好 我点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回到这来了 那么我们说这个功能 其实在我们很多场合都用得到 比如说你看 我们现在提前打开一个京东网站 那么京东你会发现 在我们翻翻翻翻到最后最后的位置的时候 好 假设已经翻到这来了 对不对 好 这是已经最后了 对吧 好 然后在我们的什么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环节中 是不是有一个叫顶部 我点一下过后 它是不是要回去 对不对 它怎么做的 好 我们来看 一样的 我点我的右键 选择检查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 它这个顶部是怎么做的 你看这个顶部 其实也是一个A标签包裹的 看没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看 我点这个顶部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手指头会变成什么 这种手指头 对吧 而不是箭头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是A标签包裹 对不对 而A标签中的位置是什么 你看 HREF等于什么 警号 看没有 也说我点完之后 它能回到顶部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这个地方的标记已经什么 你看点完是不是回到顶部 是吧 因为它已经是定义在什么 警号键 对不对 所以警号键 对于我们的A标签来说 它属于是我们的什么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锚点 所以说对于A标签来说 我们大家重点理解的一个是 链接 外链 一个是我们定义本地的一个锚点 当然这个锚点 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仍然可以定义成什么 外部的一个点 外部的一个页面的锚点 我们再来演示一个事情 就是我现在再创建一个HTML文件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我再定义一个什么 我在这个HTML中 去跳转到我这个页面中的什么 我是一个段落 你看我怎么跳 好 还是一样 我们在test01中 按Ctrl N 然后选择什么 选择HTML文件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说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文件 好吧 那么我们就叫ABC文件 好吧 ABC文件 好 回车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随便写一个 比如ABC 好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写一个A标签就行了 A标签 好 然后我是想什么 我就写成一个中文 就是跳到 跳到什么 另外一个页面的什么 段落 段落 好 这个时候我该如何去写呢 好 那还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因为我跳的位置不是我的外网 所以说我不需要再写什么HTTP了 我直接写我 因为跟ABC同级目录下 是不是有一个index的.html 对不对 然后后面紧接的写什么呢 就在这个页面下 紧接的我写什么呢 好 写我们的什么 警号 你看还是警号 但如果你是直接写警号 那可能跑了 跑了开头了 其实跟我们直接点是一样的效果 对不对 好 警号后面 你看我一样的敲P开头 你看 敲P开头 你看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什么PRE 也说其实Webostorm是不是已经也知道了 我们要毛到这个点 对不对 而且他也认为我们通过这个语法是找得到的 对不对 所以他会自动提示 所以说这样的话 也能来验证我们写是一个正确的 好 你看我保存一下 然后我重新的打开这个网页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页面删掉 就我测试页面删掉 好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看 我点进去 因为我没有Target 所以说我会在本地打开 对不对 好 你看我点开过后 你看是不是自动的进入到我是一个段落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锚点功能中 大家要注意 它可以锚到本地上 也可以锚到其他文件上的其他点上 对不对 也说HREF中 我们通过警号键的一个配合 可以跳转到页面的什么任意位置上 那么这个位置必须什么呢 必须跟我们的这个ID号 这个ID号要进行什么 匹配才行 好 好